建议部副部长张胜文早前表示 随着沙拉越507周选成绩出炉后 政府承认同考事宜 目前只差一里路 针对此事高教部今天发文告回应指 高教部部长劳斯里伊德利斯组所 三月时曾经在沙拉越古进 和负责同考的人事会面 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不过政府承认同考文凭仪式 仍在讨论中 因此现阶段对同考的政策 依然维持不变 张胜文在沙州选举投票前 也一度表示 沙州华裔支持国阵 是促成政府承认同考的重要发展 并将之形容为 只欠东风